这件事你不必出面了 没人让莫涵去吧 莫涵 主子 那张家妇女恐怕 哎 放心吧 主子心里有数的 对付那种人 莫涵必须有经验 要不是看在过去的张富将面子上 他肯定会忍不住 一刀劈了那个张亲亲 哎呀 行了 别印了一张脸 要我说呀 这次也算是因祸得福 人不说吗 生米恩斗米仇 主子养了他们妇女这么多年 如若真是个心善感恩的 唯恐会给恩人带去麻烦 又怎么可能会提出那种过分的要求 如今被你这么一闹 到时让咱们都看清了那妇女俩的嘴脸 如若某一天 有人利用他们来对付主子 我都不用怀疑 他们妇女俩肯定会临阵倒戈 所以啊 为这种心中没有大意就利益的人 你又何必自责愧疚呢 陈阳听着秦隐的话 心里思寸 这么简单的道理 当初他怎么就没有想过 没有察觉到那妇女俩的野心 此时九王府的主院里 张千千手里正端着不知名的吃食 站在廊下等着 而暗处 男性就这样抱着剑 看着这个女人作 远远的张千千便看到了那个 长她一眼万年 倾心不已的男人 秦隐 张千千 我去 这女人是疯了吗 萧明璇皱着眉头 两只手钻得咯吱响 王爷 这是奴婢特意做的家乡的糖水 想起王爷 张姑娘 请自重 张千千 你在干嘛呀 你不知道王爷下令 正愿不许外人进入吗 张千千不理秦隐和陈阳带刺的话 眼神一分不移的看着萧明璇 她打定了王爷不敢杀她 毕竟她的哥哥 萧明璇只觉得心口恶心至极 对冷宁的目光注视着远方 浑身却透出一股股内力威压 令人无法忽视又倍感威胁 王爷 整个人软绵绵的就摊在了地上 滚 说完这一个字 转身便进了屋内 主子喜清静 张姑娘还是请回吧 明日会有人送张姑娘出城 秦隐的手心都出汗了 主子已经有小半年 没有这样暴怒过 这个张千千还真是个人才啊 才来第一天 却把主子给惹急了 来人 立即就有侍卫走了过来 把她带回客房 严加看管起来 没有主子的命令 不许她踏出二金院一步 两个侍卫应了声 一左一右 毫不怜香惜语地 拽起张千千就走 国公府 府取院里 自从萧明璇走后 落酒里躺在床上 无论是闭着眼 还是睁着眼睛 总也没有了困意 完了 我不会失眠了吧 也不知叫王府那儿怎么样了 那妇女俩会不会安分守己 这大晚上的 应该不会出什么幺蛾子 主子 进来吧 男主摸着黑进屋 主子怎么还没睡 睡不着 有事吗 嗯 这是男新刚刚派人送来的 落酒里接过字条 打开一看 眼睛瞬间瞪得老大 我去 这个张千千到底是个精明的 还是傻笨的 主子 到底怎么回事 你自己看看吧 我得消化消化 碰到这样一个人 冷处里似乎不太管用 男主接过字条 低头看去 主子 要我说 这种人就应该揍上他一顿 把他揍服了 打服了 他就不敢造死了 那只能支标不支本 什么标 什么本 他如此放肆无忌 就是因为他哥哥是王爷的救命恩人 而王爷又对他死去的哥哥做了承诺 你该知道 君子一言 司马难追 一个人的承诺 就是一个人的信誉 只要张千千不犯无下限的措施 这一辈子 他都会一事无忧 那岂不是所有人都对他无可奈何了 憋屈 真是憋屈 这么多年 成为王爷将士和暗卫侍卫的人不计其数 为保护王爷战死沙场的 身先士卒的 也不是只有他张副将一个 怎的别人就没有去逼迫王爷做承诺的 怎能带张副将将 我真想拒乱那张副将的坟 问问他 到底安的什么心 如果这父女俩是个懂得感恩的 王爷这些年的照顾也不算浪费 可现在看来 这张家人还真是白夜郎啊 不过男主 你也不用那么大气 那张千千不就是仗着他哥哥是王爷的救命恩人 才敢这么造次吗 那就让他闹 闹得越大越好 闹得所有人都对他产生了厌恶 把他哥哥那唯一的一点恩情全部抵消掉了 他的死期也就到了 可是主子 那张家父女不是明日就被送回村子了吗 他不会这么轻易回村子的 要不就再让陈阳去敲打敲打他 没用的 一个钻了牛角尖被贪婪和欲望支配的人 除非他自己能清醒地认识到现实 要不然谁也救不了他 张千千想了一晚上也没有想明白 九王爷为什么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怎么会如此无情 闺女闺女 干嘛 天亮了 刚刚莫统领过来 让咱们收拾收拾 一会儿离京啊 屋里张千千一听到离京 蹬地一下子坐起身 手指紧了一下又很快松开 与此同时身在国公府的落酒梨也醒了过来 小姐天还早 您昨儿哥睡得晚 再睡一会儿吧 睡不着了 去准备准备 吃了早饭 咱们去铺子看看 是 小姐 夫人来了 丫鬟话落 门外国公夫人便带着徐嬷嬷进了屋子 母亲 您今日怎么起这么早啊 不早了 天都亮了 这时 门外的丫鬟们端来了早点 摆在了外间的桌子上 两只碗 两双筷子 看来 这是提前就准备好的 母亲想着 好久没和你一起吃饭了 一早便让厨房 做了你喜欢的玫瑰花粥 快来尝尝 来 尝尝 落酒梨端起碗来 用勺子搅了搅 其实 她并不大喜欢吃甜食 但又不能博了母亲的好意 所以尝了一口 嗯 味道清爽 不是太腻的那种甜 喜欢 喜欢就好 喜欢就好 久儿 母亲有话想问问你 昨晚九王爷 落酒梨喝着玫瑰花粥的动作一致 不方便说呢 如若不方便说 母亲就不问了 左右 其实也没什么 昨日进九王府的那个女子叫张千千 她的哥哥在战场上为了救九王爷死了 临死之时 希望王爷能照顾好她的家人 王爷答应了 不过这些年一直都是让人按时送钱财过去 以供那家妇女吃穿不愁 这次他们见经 是特意想赶在过年之前来看看王爷 感谢王爷这些年阶级的恩情 王爷昨晚过来说 今日一早就会派人送他们离开京城 所以母亲大可放心 既然是这样 母亲就放心了 母亲 待过了年 大哥成了亲 母亲就要当婆婆了 可做好了当婆婆的准备 怎么 你还觉得你母亲我会是个恶婆婆 不会不会 我母亲端庄贤良 心善人美 大方得体 优雅大度 温柔体贴 是全京城 哦不 会是全天下最好的婆婆 你这丫头 你这丫头 如今怎么这么鬼机灵啊 机灵还不好 既能让母亲开心 又能赚钱为母亲买好东西 骆九龄说着 给春蓉递了个眼色 春蓉心领神会 赶忙进屋 拿出一个锦盒 小姐 这是送母亲的新年礼物 母亲瞧瞧 喜不喜欢 这是送我的 夫人有所不知 这是小姐昨日 先自去翡翠阁 给夫人选的新样式 小姐有孝心 夫人快打开看看 打开看看 打开看看 国公夫人打开锦盒 里面是一只吉祥如意簪 好漂亮啊 还真是漂亮 母亲哥喜欢 喜欢 喜欢 怎能不喜欢呢 这是小姐送的第一份礼物 夫人定是欢喜得不得了 第一份礼物 这竟是十七年来的第一份礼物 母亲 以后的每一年 每个节日 女儿都要给母亲准备礼物 就像我父亲那样 宠着母亲 爱着母亲 让母亲成为这世上 最幸福的女人 你这丫头 就故意动母亲掉泪 与此同时 宫礼太和殿上 今日早朝 与平日并无不同 有奏折的地上奏折 有事禀报的 大体也都当堂解决 诸事都窈窕不稳地进行着 唯有站在殿上的落到汉 和护尾 在皇上身次的落原梁 时不时地便看向 肖明玄已 这爷俩心中 前所未有地期盼着 早朝早点结束 对于那爷俩的心思 肖明玄毫无所察觉 其实他来不来上朝 皇室也不会无故问他 他能站在这儿 说明边疆无战事 常宁王朝国泰明安 事宜 他大大方方地 在太和殿上 抢着他的小梨儿 昨晚离开国公府时 梨儿说了 只要他想它 可以随时去国公 所以 他今天该什么时候去 不能总是偷偷摸摸地 半夜去 这样有损他的规御 要不就白天去 对 白日好 白日正大光明 既能陪伴家人 又能规避 来自外人的窥探的目光 肖明玄这样想着 退朝的唱和声 已经在耳边响起 皇室有起公共伺候着 回御书房 批诸奏折 肖明玄正思索 正好今日军中无事 是个去国公府的好时辰 九王爷 请留步 关于立阳军中之事 微臣想与王爷相伤 还请王爷一步 正好 王有事要去扶上 同路吧 国公爷愣了一下 乔九王的意思 好像还很期待啊 而此时 外城的街道上 一辆马车 正晃晃悠悠的 往城外走去 千千 你好些了没有 张千千哼了一声 不肯理自己的父亲 这是王爷 让莫统领送给咱们的 爹刚才数了数 少说也有一千辆啊 闺女啊 这一千辆银子 再加上这辆马车 还有马车上拉的那些杂七杂八的物件 别说是跑一趟京城 就是再来回跑两趟 也值了 爹 你别这么眼皮子浅 一千两 一千两对九王爷来说算什么 不过是打发要饭的 爹难道就不想 以后日日都这么富贵 千千哪 荣华富贵固然是好 可是也得有命想才行啊 爹如今就只有你一个孩子了 爹也不要什么荣华富贵 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守在爹身边 别让爹在白发人送黑发人了 爹 和爹说了什么 王爷如今已有婚约在身 是国公府的二小姐 如今的永安献主 而且过了年就会大婚呢 论身份 论地位 论家事 你如何与他相比 那旧王府里的荣华富贵 又如何轮得到你呢 如今趁着王爷 还顾念你哥哥当年的救命之恩 咱们妇女献好就收吧 那又如何 京城里又不是只有他一个权势富贵的府邸 何况男人三妻四妾 你给我闭嘴 爹 你不用凶我 我想好了 等莫统领离开了 我们原路返回京城 便是不去九王府 拿着九王给的这些钱 租个小院子留在京城 也比回到那鸟不拉屎的村子强 马车一路摇晃着出了外城的城门 过了京郊 上了关道 马车外 莫涵敲了敲车门 莫统领 有什么吩咐啊 已经上了关道 我会留下两名侍卫 送张伯回村子 好好好 多谢莫统领 莫涵拽起马 向架礼一声 尘土飞扬中 原路返回 他一个习武之人 会听不到那妇女俩的对话 莫涵勾唇冷冷一笑 抬起手 随即一声尖锐的鼓哨声 传遍了空旷的旷语 王爷 老臣想知道 昨日进九王府的那个女子 到底是何人 会不会对九儿 不会 面把有关于张家妇女的身份 和国公爷说了一遍 情人一早 本王便派莫涵 把那妇女俩送出京城了 国公爷大可放心 有国公爷注意在前 本王的后院 只会比国公爷的更干净 既然是误会一场 那老臣也就放心了 既如此 那本王就去后院看看莉儿 这样老臣陷下无事 便陪王爷走一趟吧 好 有劳了 君臣二人一千一后 刚要走出南阁 臣妇参见王爷 学生参见王爷 不必多礼 夫人 李儿呢 我与王爷正要去找他 李儿去了九楼 我刚刚已经派人去找他回府了 王爷 前些日子 李儿交给厨下几道新菜式 厨下的师父 虽不能说全德其精髓 但也学了八九成像 正好今日王爷来了 便留在府上 吃个便饭吧 好 那就有劳了 国公夫人笑着点了点头 留下洛元甲 陪着说话闲聊 自己出去 去厨房安排 张掌柜 夫人让我过来 循二小姐 二小姐呢 可在楼里 你来晚了 二小姐刚离开九楼 离开了 可是回府了 怎么来的路上 没有看到府里的马车呢 从这儿回府上的路 又不止那一条 许的小姐 从另外一条路回府的 也是啊 那我就先回去了 路上小心一些 张掌柜 回见 回见 下人又马不停蹄地 往府里赶 却殊不知 他要找的人 要找个那辆马车 在半路拐了个弯 去了医馆 肖明玄在国公府里 是左等右等 也没有等到洛九黎回府 反倒是去找洛九黎的下人 回来禀报 说是洛九黎离开了酒楼 不知去了哪 国公也吓了一跳 慌忙派人去找 不必慌乱 也要身边跟着男主和男星 暗主还有秦武 不会出事 想必是去了别处吧 说着 给秦尹使了个眼色 秦尹心领神会地出了满阁 去和秦武联系 王爷这是 他们安慰之间 是有特殊联系的 鸭如今在哪 在干什么 一话就知道了 洛九黎 与保药堂众人道别 随即钻进了马车里 马车外 一直隐在暗处的秦武 陷了身 和男主嘀咕了两句 又消失在了马车旁 主子 刚刚国公府的下人 去酒楼找主子 说是王爷去了国公府 让主子早些回去 你说什么 王爷在国公府 哎哟 我的祖宗二小姐 你又去什么地方了 怎么了 我不过是去了汤医馆 老爷和夫人都着急了 唯恐您 呸呸呸 我在说什么混账话 如今呢 年关将近 外面街道上 多了些无赖乞丐 别再冲撞了您啊 没事 我身边不是还有男主 和男星他们吗 洛九黎笑了笑 抬脚进了府里 二小姐回府的消息 还没等洛九黎进了暖阁 就已经传了进去 阿弥陀佛 还好还好 平安无事 男主 你去告诉父亲和王爷 就说我先回院子 换身衣服 一会儿再过来 是 男主点了点头 去了暖阁的方向 洛九黎带着男星和春戎 回去了府曲院 暖阁里 消敏轩一听到洛九黎回后院了 本王去看看呢 要不老陈陪同王爷一起去 哎 王爷实得路 何况 男主还在这儿呢 男主 带王爷去府曲院 是 排脚出了暖阁 你干嘛拦着我呀 不让我一同去后院 你呀 如今王爷和李二是未婚夫妻 过了年就成清了 你这个时候左来右来 有什么用啊 消敏轩来到了府曲院 就见男星抱着剑 站在廊下 王爷 消敏轩摆了白手 没说话 然后推门走了进去 春戎 你去看看 正在扶持他的春戎点头 扭伸出了屏风 忽见九王爷站在门口 春戎吓了一跳 习惯性地就要下跪请安 被消敏轩一个白手制止住了 春戎也是个惯会时眼色的 盲低着头 开门走了出去 洛九丽听到声音 转身回头看去 起了眼前黑影一闪 她还没有来得及反应 整个人已落入一个 温暖有力的怀抱 把我一个人扔在府里 自己出去大半日 你说 该不该乏 洛九丽被她搂在怀里 笑着轻轻叹了口气 凑过去 亲了亲她的脸 这样好了吧 王爷来府里也没有提前说 我哪里知道 如若知道 又怎么会出府去酒楼 萧明璇似乎很受用这一吻 故意紧绷的眉眼 渐渐舒展 搂着她的腰 走出屏风后 随即拥着她 一起走到八仙桌前 这一上午是不是很累 韩南柱说 从酒楼出来 挺去接了翘月 又去了金大夫的医馆 本来是带着翘月 去医馆感谢金大夫 没想到意外 当了一回红娘 当红娘 可以谁当红娘 金大夫 翘月 她是那个小徒弟 我记得那个小徒弟 年岁不大呀 不是金大夫 也不是那个小徒弟 是金大夫的儿子 金大夫的儿子 上次去医馆 似乎并没有见过 金大夫还有个儿子呀 他儿子叫金不换 这两年一直在外游历行医 才回京 应该是回来过年的 没想到月老给他拴了根红绅 才一进屋 就和翘月看对眼了 既然这样 他儿省了很多事 什么意思 我曾说过 你身边不能有任何潜在的威胁 那翘月 不比男主和男性 甚至连春容都不能比 毕竟不是家生子 是半路投城 又是宫中出来的人 曾经又是那样的身份 自然不能留在你身边了 原本我想着 是等他身体恢复 便派人把他送走 如今他能因祸得福 也是他的福气 落九龄没想到 萧明玄会想得这么中民 现在王爷能放心了 不放心 一日不能把你娶进王府 便一日不能放心 王爷这样说 显得我像是被骄养的兔丝花 如若可以 我希望能一辈子 永永远远地骄养你 谁说王爷看起来寡言少语 其实也很擅长说情话嘛 你不喜欢 说不喜欢 以后我就不说了 当然喜欢 我很喜欢听 以后王爷要常说啊 王爷 我还有一件事想问 什么事 落九龄睁开他的手掌 然后起身走到药箱旁 从药箱最底层 拿出一块铁牌 王爷看看 那兵器铺的掌柜说 以后无论我到哪个地方 只要看到有狼手的旗子 手持铁牌 任何一个地方 都会随时欢迎我 萧明玄歇过铁牌 低头看去 兵器铺 竟然给了你这个 嗯 一粒解毒单 换了一个七节龙鞭 和象征身份的铁牌 王爷想必应该知道 这个铁牌的来历 知道 但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把这个收起来 赶着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嗯 所以王爷 王爷二小姐 饭菜都准备好了 请王爷一架暖阁 一切顺其自然 不要过分纠结 时机到了 自然会让你知道的 你就直说 你与兵器铺有关系不就得了 这拐弯抹角的 还真是让人上脑筋啊 走吧 先去吃饭 他挽着他的手臂 笑颜如欢 一个人等已经吃过了午饭 肖明玄并没有马上离开国公府 竟然鸡贼的 争得了未来丈母娘的同意 又屁颠屁颠的 跟着落九黎回了扶取院 半路上 落九黎还忍不住问他 是不是觉得他母亲好说话 怎么事事都先去征求 他母亲的同意 难道他没有看到 他父亲老国公爷 那想要叨人的眼神 民间有俗语 丈母娘看女婿 越看越欢喜 何况 福利国公夫人最大 我是在延续你们国公府的 优良传统 还别说 王爷眼光真独 不过话说回来 我母亲为何最大 还不是我父亲宠的 男人不宠 女人又怎么能视宠而交 放心 以后九王府 你最大 我一定要宠的你 比你母亲还要视宠而交 落九黎嘴角轻轻一抽 被他这句话说的 忍不住又想笑 又高兴 又想亲他 快看有飞碟 身前身后 众人不明所以的 骑刷刷抬头望天 落九黎高兴的 踮起脚尖 在肖明玄脸颊上 亲了一抱 撒腿就跑进了屋里 肖明玄金贵弹幕的脸上 眸光一瞬间变得温柔 身后男主和男星 是个眼尖的 自然也看到了 主子亲王爷的画面 两个人偷偷捂嘴一笑 肖明玄大步进了屋 关上了门 刚才 为什么偷亲我 喜欢啊 想亲就亲 你是喜欢我 还是喜欢亲我 有区别吗 如若不喜欢王爷 我又怎么会 同意再给王爷 没区别 以后这话 要多多说给我听 肖明玄觉得 听他说喜欢自己这样的话 竟会让他这样心情愉快 低头情不自禁地 闻了闻他的额头 努力地压制着内心深处 好笑而出的欲望 王爷不用去军营吗 不用 我还要等穆寒 等穆寒 主子 属下回来了 这人还真是不惊念的 说曹操 曹操就到 进来 主子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回主子 事情办得很顺利 人已经走了 排人进村监视 不要让他们出村子了 是 莫涵行李退了下去 刚才莫涵说的是张家妇女 嗯 所以这是王爷的主意 不是 是莫涵和陈央商议的主意 以我的意思 直接把人打残 送回村里 是莫涵和陈央顾忌我的声誉 由于是陈央先招惹人家的 所以便做了这个局 如若那张家妇女还敢回京 果不介意自毁承诺 好了好了 那张家妇女没什么好谈论的 我对他们没有兴趣 那你对什么有兴趣 我只对我家王爷有兴趣 我家王爷 萧明璇阴郁的心情很好地被他驱散开来 只是这高兴的喜悦还没有持续多久 谁 门外来人一愣 王爷 宫里来人 宣召王爷与老臣入宫 父亲 秦义穆涵都是死的吗 怎么会让国公爷来传话 落九里已经起身去打开了屋门 身后萧明璇也走了出来 可知皇上召见何事 不知啊 不过传话的公公倒是也没有特别提醒 想来应该不是什么大事 好 他就走吧 萧明璇抬想迈出了屋子 国公爷看了一眼自己女儿 刚刚他敲门时 萧明璇语气不佳 难不成这俩人闹别扭了 秦颖 莫涵 保护好王爷 是 王妃 我明日再来看你 嗯 国公爷一见这样 多少疑问也不用问出口了 所以跟着萧明璇出了府取院 回到国公府时 已经是大中午 府里的人依旧和昨日一样 小心翼翼 安安静静 二小姐 您回来了 王爷没跟着您一同回来 皇上有事 把王爷留下了 管家点头 没敢再说话 我二哥还没睡醒吗 听说当年裴大人春围后 昏天暗地地睡了三天三夜 估摸着二公子 不用三天三夜 也得两天两夜吧 好吧 那我就不去打扰二哥了 春容呢 在院子里 说是二小姐要什么枣泥 她正带着几个丫头去准备呢 好 你去忙吧 洛九黎带着男星男主 回到了府取院 春容已经把枣泥做好 也按照她的吩咐 把药物细火烘焙 然后锤成细粉 如今只需要 她亲自动手制作药丸 所以整整大半日的时间 洛九黎就在府取院内 做这些细致到了极致的活计 夜幕降临的时候 江明璇竟然跟 公爷一同回到了国公 在干嘛呢 在这药丸 管什么用啊 无邪义气 我二哥在号舍里待了九天 元气亏损 光睡觉食补 肯定补不回来 他又不爱喝苦药 我就给做成药丸 外面裹着枣泥 酸酸甜甜的 开胃又补元气 这么细致 我也在公园待了九天 这不是一码事 我能理解为 王爷在吃我二哥的醋 可以这么理解 我家王爷这么霸道 又如此爱吃醋 该怎么办才好呢 李二觉得应该怎么办 当然是宠着啦 那李二叔叔 该怎样宠我 我甘愿让李二宠 王爷 假装毫不知情的男人 哪里肯放过 这片刻的温存 使劲把人 又往怀里带了带 这可是在国公府 你左一句受宠 又一句受宠 就不怕府里的人听到 有损你堂堂 战神王爷的威仪 威仪哪里有 独得利奥的宠爱重要啊 没法聊天了 再聊下去 只怕不是他克制不住 而是我自己 克制不住男色的诱惑 嗯 沈将军面见皇上 是有什么要紧事吗 宫里的事 一会儿再和你说 先说说百日里 发生在街上的事 嗯 王爷都知道了 还没出宫门口就听说了 好在你没有受伤 有不然 梁牧婷吃不了 都是错 落酒里玩耳一笑 把白日里男主和男星 三人分析的事情经过 跟萧明玄学了一遍 应该是陈相府里有人 与梁牧婷结下了私院 我提醒了梁牧婷一下 就是不知道 他听没听懂 哎 发生在翡翠哥的事忘了 替我看 你何苦浪费精力去救他 还去提点他 如若今日换成胡家人 我肯定不会救 不过 那个梁牧婷小小年纪 在对待感情这件事上 如此重情 倒是让我刮目相看 我还听谢崇子说 丞相大人有心 想让梁牧婷 嫁给荆姬要塞统领 薛宁山做填房 哦 丞相府的事 与咱们没关系 以后不需要与他们打交道了 那现在能说说 沈将军进宫的原因了吗 桑南国五公主失踪了 失踪了 嗯 沈大将军原话 桑南国太子和五公主 在春日两国边界 已经进入桑南国境内 夜半时分 被一股不明势力打劫 山宝兄身边的使臣和护卫 死得死 伤得伤 山宝兄也身受重伤 五公主身边的护卫 一个活口没留下 可五公主也下落不明了 是王爷的人吗 我的人还没有来得及动手 那王爷之前 埋在五公主身边的那颗雷呢 那个叫阿暖的男子 太一病失踪了 五公主失踪了 阿暖失踪了 可保护五公主的所有护卫 却一个活口没留下 这里面是不是有其他隐情 我已经派人去查了 但我怀疑 这件事到底是山宝兄设的局 还是五公主自己设的局 又会是桑南国那些 基于皇位的皇子们设的局 暂时爱不得而知 看来这桑南国的皇室 也并不安宁 在他们自己的国境内 太子受伤 公主失踪 想必桑南国国君 也要彻查一番 只是 那个阿暖和五公主一同失踪 这让我很意外 他们俩 到底是谁做了谁 难不成 是那五公主当真看上了阿暖 舍不得自己的男宠 你对他们的事情感兴趣 谈不上 我还是对我家王爷最感兴趣 爱妃该叫夫君了 下雨就是咱们的大婚 爱妃 夫君 怎么 傻了 忘记咱们大婚的日子 早就定下了 没忘记 只是听王爷叫我爱妃 有点不适应 不适应吗 我多叫几次 就适应了 爱妃 好吧 这次听着又是耳了好多 时间一环而过 三月初八 即日一假去 小姐 先吃点东西 仪式要一天呢 春蓉 有粥吗 或者热汤 这干巴巴的 怎么吃得下 小姐 我娘再三嘱咐 不能吃稀饭 毕竟 毕竟人有三级 一会儿穿上嫁衣 不太方便 就是这包子 小姐也只能癫癫肚子 不能吃太多 落酒离症了一下 虽然不太想吃 不过还是勉强吃了一些 门外 她母亲和姐姐落酒轻 就带着一个陌生的老嬷嬷 走了进来 奴婢 给九王妃道喜了 请起 不知我该如何称呼您 奴婢是宫里梳头的冯嬷嬷 是九王爷特意让奴婢前来国公府 为九王妃梳头 梳头 冯嬷嬷梳头的手艺十分好 当年宫里的皇后 嫔妃们成亲的时候 就是请她梳的头 她呀 是个很有福气的人 京都权贵女子出嫁 也都会请她过来 夫人谬赞了 说着话 笑嘻嘻地上前拿过木树 轻柔地把落酒离的头发 全部疏通后 夫人 可以开始了 一书书到尾 夫妻恩爱 不用愁 二书书到尾 白发齐眉共携手 三书书到尾 夫妻无病更无忧 四书书到尾 儿孙遍地俘虏兽 五书书到尾 永结连礼奇相伴 六书书到尾 万事顺意好运在 七书书到尾 神仙下凡 喜相迎 八书书到尾 八仙过海 请欢来 九书书到尾 幸福长久过一生 十书书到尾 今生前世 到白头 国公夫人看着镜子里的落酒离 脸上挂着笑 眼眶却不由地红了 女儿家要出嫁 她是个做母亲的心中百感娇妻 虽说女儿嫁过一次 可位于良人 竹筋在下 她虽然不舍 但九王爷对她女儿的在乎 她也是看在眼里的 将女儿交给九王 她很放心 国公夫人这一红眼眶 随行的落酒清 也情不自禁地抹了抹眼睛 而落酒了一看自己母亲和姐姐 红了眼眶 心中也是涌上了万般不舍 傻孩子 大喜之日 哭什么 说着 将书子递给冯嬷嬷 冯嬷嬷笑着接过书子 还是正式给落酒离梳头 夫人 二小姐 搬进王府的兴嬷小姐 和谢府的谢大小姐来了 快请 是 丫鬟听到主母吩咐 退了出去 而屋里 落酒清 也眼着冯嬷嬷出了屋子 不多时 门外 微风吹拂 带进来一缕缕的杏花响起 且带进来了 一身喜气的谢虫子 和陆兴嬷二人 伯母安 伯母安 好孩子 劳烦你们一大早跑过来 夫人哪里的话 能来为酒离妹妹送假 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李姐姐 你好漂亮啊 落酒离扭头 冲着她一向 在春蓉和南星的左右搀扶下起身 国公夫人 你这是生了一个天仙似的女儿啊 陆兴嬷围着落酒离机器喳喳 而国公夫人 则是被她这句话 取悦得心情大好 李姐姐你知道吗 九王爷为了娶姐姐 从九王府到国公府这段路 铺满了长长望不到边的红毯 长姐两旁都挂满了大红灯笼 迎亲的队伍更是浩浩荡荡 连绵不绝 兴嬷 你再说下去 就把九王爷要送给你李姐姐的惊喜 都泄露个一干二净了 可外面的人都知道啊 可你李姐姐不知道啊 陆兴嬷一致 慌忙闭嘴 夫人主子 王爷已经到了巷口 快去 去叫二公子来 妹妹出嫁 得要有兄长背着出门的 还有 告诉大公子和那些在前面迎亲赌门的后生 不许为难王爷 当一身大红色喜福的萧明璇 在国公府大门处停下时 迎接他们的 不仅仅是锣鼓阵阵 鞭炮齐银 还有一排一排赌门的 萧明璇自然也知道 新郎进门总不会很容易 也做好了迎接各种刁难问题的准备 但当一个个看似刁难的问题丢出来时 他轻贵的眉眼 放着耀眼的光芒 看来 应该是府里有人发话了 扶取院内 国公夫人估摸着快要到入门及时 忙让洛远甲背起洛九黎 与此同时 国公也和洛远良 也让门口的一包后生们 把萧明璇放了进来 萧明璇身姿挺直地站在门口 周身褪去弹幕 直于一片柔情四海 不远处 洛远甲背着洛九黎的身影 越走越近 萧明璇行至国公爷夫妇身旁 功身一礼到底 在老夫妻二人眼里 擒着泪水 冲着他摆了摆手 萧明璇这才直起身 从洛远甲手里 接过洛九黎 将他稳稳地抱在怀里 萧明璇沉稳有力的双臂 似是抱着世间最珍贵的宝贝一般 丝毫不敢大意 我们回家 回家 回家 大红花叫起 几百米长的红毯 满街的大红灯笼 十里红装 从街头排到街尾 井然有序 而九王府里 也早已布置得喜庆热闹 张灯结彩 不多时 锣鼓喧哗声 持续回荡在耳畔 伴随着众人喜悦祝福的声音 长长的迎亲队伍 停在了九王府门前 只见亲自迎亲的九王爷 下马走到轿子前 一些暗红长裙的男主和男星 站在轿子一旁 同时攻身掀开轿连 回官的众人惊讶 王爷不踢轿门 萧明悬弯腰 从轿子里爆出了 他心心念念都要取亲门的人 一步一步住了王府 回官人群 再次震惊地无以复加 放眼整个京城 谁家取亲嫁娘 不是男方在前牵着红丑 女方在后头跨火盆 马鞍 紧随其后 可偏偏他们的九王爷 不但亲自去迎亲 既然连这些成亲都有的规矩 都给免了 礼部一官都有些愣住了 但好在马上调整一态 入洞房 随着一声入洞房 整个九王府 血气的轰闹声 更热烈 再忍忍 手臂交缠 交杯酒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终于 仪式来到了最后一项 长衣女官跪地 恭请两人结发 萧明悬亲自将自己 和落酒里的发丝 各取一柳 放置在金盘上 长衣女官 把两柳发丝 继承了如意同心结 恭喜王爷 王妃 喜结连礼 永结同心 恭喜王爷 王妃 祝王爷王妃 百年好合 赏 众人欣喜 纷纷开口谢恩 也非常井然有序地 退了出去 终于 屋内只剩下 这对新婚夫妇 萧明悬拉过她的手 也不知 是不是她紧张的缘故 手指还是有些微凉 紧张了 嗯 没想到 陈青的礼节 会这么反复 落酒里也不敢扭动脖子 实在是头上 凤冠太重了 萧明悬 一见落酒里 僵着脖子 也没多余的话 上手 就去摘她的凤冠 啊 王爷 这和规矩吗 已经接了盖头 任何事都和规矩 一边说着 一边把凤冠摘了下来 这么重啊 她当初让礼部定做的时候 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些 真是大意了 过来 萧明悬把她拉到身边 手指才接触到 她后颈上的肌肤 心里渐渐火热的时候 王爷 皇上和皇后来了 皇上和皇后 萧明悬冲她淡淡一笑 安抚了一下 才抬头回复了门外一句 知道了 王爷 那我还用出去接驾吗 不必了 回去前院看看 你安心等着我 萧明悬前脚刚走 春戎和南星南竹 三张笑脸就探出了头 小姐 竹子 你们两个 该改口叫王妃 啊 对对 王妃 王妃 快吃些垫垫肚子 你准备的 是王爷派人 早就准备好的 王爷知道王妃一听未曾进食 怕王妃饿坏了 特意派人准备了 不甜腻的小点心 落酒里吃了两块 又在春戎的服饰下敬了手 也不知皇上和皇后什么时候走 那两尊大佛在府里坐着 别说是他 就是前院的宾客 估计也不敢尽兴吃喝了 王妃 我听秦隐说 皇上本想让王爷和王妃 今日进宫入宗庙行大礼 敬了天地 拜了祖宗 再让王妃接册封 受非印 不过 这些都被王爷拒绝了 哈 还有这事 王爷说 宫里繁文入节 象象下来都是极费功夫的 王爷不想让王妃胜得辛苦 那 皇上就同意了 要不然呢 如若皇上不同意 一事能在王府进行 落酒里笑看着春戎 惊呆的小表情 心里付费 萧明玄要入宗庙 行大礼 拜祖宗 也不该是败在常宁王朝的祖宗 他拒绝 意料之中 也在情理之中 春戎 去打温水 我要卸妆 行 王妃 皇上和皇后还在前院 这会卸妆 万一皇上传照怎么办 放心 皇上不会传照 这都败完天地 入洞房了 皇上才携着皇后前来 显然是之前 和萧明玄商量过的 是 春戎得了答复 这才起身推门 去准备温水 只是 他才出了屋子 拐过狼角 便迎面撞进了一个 个子高高 身材比他大了两圈的侍女 你是谁 怎么在府里没有见过你 那侍女低眉垂眼地走进来 突然一个手刀 把春戎砍晕了过去 屋里 男主和男星 正在把 露子底下的个色 安床甘果 给收拾到一旁 便听到门外的敲门声 小春戎动作够快的 男主去开门 刚一打开门 一股白色的粉末 瞬间扑灭而来 直入口鼻 你 话音未落 男主就直挺挺地晕了过去 男主 男星的脸色骤变 长剑直接出手 朝门口的侍女攻击过去 那侍女也不闪躲 两手朝男星的方向 砸出了一个盒子 男星抬手一挥 盒子被长剑劈成两半 盒中粉末四散 顿时 一针一箱 飘散在寝殿内 毕竟 话音刚落 那主婆二人 便也先后栽倒在了地上 只见那侍女 连看都没有看到 在地上的男星一眼 便直奔落酒离而去 烛光下 新嫁娘身着明艳的嫁衣 竹童睡着的美人 红装粉袋 不眼轻眼 高贵明艳 不可芳物 落酒离 没想到吧 有一天你还会再一次落到我手里 既然我得不到 那就毁掉好了 小竹墨看着昏迷的落酒离 眼底全是阴森的恨意 和疯狂浮出的战友及摧毁 反正他的储君之位已经没了 他未来的希望 也全都毁在了落酒离和萧明玄手里 既然杀不了萧明玄 那就毁了萧明玄 最在乎的女人 萧竹墨表情越发癫狂 伸手就朝落酒离的衣襟探去 然而手刚伸到半空 原本晕倒在地的落酒离 突然以迅雷般的速度 一把抓住她的手臂 然后飞身 用两腿锁住她的胳膊 另一只手扬起 手里的针头 狠狠扎入了萧竹墨的身体 竹子 不 王妃 何时会武功的 眼前被男星用剑指着 难住面无表情地 扯动手里的鞭子时 他才猛然醒悟过来 自己中戒了 落酒离 你竟然没事 落酒离狠狠踹了他一脚 把人丢给了男星和男竹 哼 就你那点毒粉 还想放到我们 解毒单都当我白吃了吗 男竹 把他绑了 嘴堵上 是 男竹麻利地 把萧竹墨五花大绑了起来 男星 出去找找春蓉 是 王妃 春蓉昏迷了 落酒离一听 忙从座位上起身 给春蓉检查了一下 这才松了口气 只是被砍晕了 说着话的功夫 春蓉悠悠转醒 王妃 他 他怎么会在这儿 落酒离见春蓉没事 心下大定 转身走到萧竹墨跟前 讥笑一声 是啊 大侄子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今日可是我和你皇叔大婚之日 你一个男子 潜入我的心房 想要干什么 一叙大侄子 把被堵住嘴的萧竹墨 气得蹊跷声音 也让男足三人 忍不住五嘴偷笑 怎么 生气了 你一个窝囊废 被我一个弱女子算计 还有什么资格生气 不过 九王府戒备森严 你皇叔为了防止发生意外 这里外三层都加强了防范 你竟然还能如此轻易就混进来 我猜想 必然是因为王府里有人 跟你理应外合 如若不然 你这条狗命 早就交代在这儿了 萧竹墨猛然看着他 眼中全是不敢置信 他竟然狠毒至此 也竟然敏锐至此 男主 卸了他的下巴 折断他的手腕 是 男主厌恶地瞥了他一眼 下手的动作毫不吝啬 王妃 接下来怎么办 带去教场 男主和男星同时危政 教场下 有单独关押人的地牢 王妃的意思是 要让萧竹墨有来无回 可萧竹墨怎么说也是皇子 是皇上的儿子 如若在九王府里把人弄死 发什么愣 你们要知道 今晚不是我死 就是他死 男主哪敢多言 扛起萧竹墨 就从侧窗跳了出去 与此同时 前院外 传来一阵凌乱的脚步声 找 不必把刺客找出来 男星 去看看 是 男星钻了钻剑饼 心里咒骂了一句 这些人狭隘自私 龌龊恶毒的狗心思 昂首挺胸推开屋门 正看到皇上 皇后 九王爷 和一刚来参加婚宴的众人 踏进了院子 王爷 王妃呢 回王爷话 王妃在屋里 刚才王妃有点饿了 吃了点心 要尽手 属下正要去端温水来 刚才有什么人过来吗 没有 属下从王妃进行房开始 一直没有离开过 更是不会让任何不相干的人 过来打扰王妃的 一旁 皇上谋色冷宁 与萧明璇交换了个眼色 看来 今晚是有人 故意要把众人往正院引 想要在大喜的日子里 搞出点事情来 九弟啊 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 前院陪同兵客的事情 就交给几个宗亲侄儿吧 如今天色也不早了 你留下来 回屋里去陪陪新娘子呀 皇上发话了 随心众人 也各个神情 晦暗莫测 以国公爷为首的几个武将 不知从哪儿拎出了个侍蚊 就是你说有刺客 潜入了后院的新房 那侍卫下的当场跪地 却不敢再言语半句 造谣生事 罪责当诸 来人 把他拉出去 立即 就有人上前 把那个侍卫拉了下去 竟然是虚间一场 皇上又嘱咐了起去 便带着皇后 离开了九王府 有没有事 有没有伤到 放心 我没事 是萧珠墨 扮成侍女模样 前了进来 想要对我不轨 我已经让男主 把人卸了下巴 双手折断 带去教场了 萧明雪的脸色骤变 不是惊愕于 落九龄下达命令的手段 而是惊愕于 萧珠墨找死的行径 大魂之日 萧珠墨一个男子 潜入新房 前面又有被收买的 侍卫通风报信说 是看到刺客 潜入了后院 萧珠墨 他还真是死性不改啊 追查刺客 这个理由倒是光明正大 无论萧珠墨能不能得手 一旦当着皇上 和所有宾客的面 出现在新房内 那谣言就会四起 皇室和王爷的脸面 我的明节 都将在这一夜 遗臭万年 若是更严重点 说不定皇上暴怒 会当场杀了我 所以王爷打算 如何处置他 他把这般龌龊阳暗的心思 屡屡用在你的身上 不可原谅 南星 王爷 你去告诉秦也 将人关进地牢 把王明日亲自处置他 是 南星领命 拉着春蓉 快速离开了屋子 王爷明日亲自处置 看来萧珠墨 只有一碗活头了 屋里 萧明雪拥着落酒梨 坐在床边 看着面前人儿 明媚的容颜 眸色也渐渐灼热了起来 忘记那些不开心的事 今晚 是我们的东方画主页 落酒梨点头 知道他盼今天盼了多久 笑着亲了亲他的成甲 这一亲吻 就像是触动了某种开关 萧明雪心里激动的 竟如同毛头小子一般 直接将他掀翻 压在了床上 王爷 还没换衣服 两个人都穿着厚重的喜服 一会儿万一着急拖的时候 落酒梨都能想象得到 他那个笨手笨脚的画面 萧明雪在他白皙秀奇的脖子上啃了一口 不情愿地起了身 太煎熬了 落酒梨没忍住 笑出了声 萧明雪也不恼他的低笑 快速更衣解带 转身之间 却见落酒梨依旧一身大红嫁衣 坐在床边 秋水盈盈地望着他 夫君帮我 萧明雪心头悸动 眉目瞬间融化成了一团 夫君 他终于成了他名副其实的夫君 为自己所爱之人更衣 他乐在其中 最伸手替落酒梨 除去身上繁复的嫁衣 纷柔地将他放在床上 他的脸微微发红 眼神迷离又羞涩 萧明雪猴头动了动 低头吻了上去 红烛高照 鸳鸯交紧 锦垫流光一彩 大红的沙帐层层晃动 朦胧烛光 映着帐子里交叠的身影 与此同时 京城某座府邸内 人呢 没有出来 没有出来 是人没有出来 还是你们把人看丢了 属下一直在府外监视 未曾想 那个侍卫会那么容易就被抓到 却有始至终 没有从九王府出来 这就有意思了 看来九王府内有私劳 只不过 他当真敢对皇上的儿子下手 这简直出乎我的意料 主子 如若昭王真的死在了九王府 那主子的大业 至少少了一个半角石 昭王不作为惧 他只不过是一颗 比较好利用的棋子罢了 不过 如若让皇上知道 他最信任的兄弟 杀了他的亲生骨肉 皇上还会如同以前那样 再去信任九王吗 只是 他又不敢去忽略洛九黎的存在 毕竟 上次公宴上 洛九黎带给他了新的震撼 王水 画师画骨 如若他真想让昭王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那即便是把九王府翻个底朝天 也不会找到一丝一毫的证据 难哪 还真是究竟 一日一早 洛九黎醒来时 外面已是日头高照 王妃 你醒了 王爷呢 王爷去了教场 洛九黎没说话 看来萧明玄 是去料理萧珠墨了 门外春戎和南星一个端着温水 一个端着软巾等洗漱用的物品进了屋 一见王妃醒了 纷纷走了上来 你们俩这么慌乱干嘛 忙不过来 就让门外的侍女进来帮忙 王妃有所不知 今日一早 王爷下令 府内所有侍女 全部遣去二禁院当差 除了我和南星 春戎外 任何侍女不得进入后院 尤其是 不得接近王妃的正院 这又是为何 因为昨晚 府里的安卫 也被王爷换了一批 昨晚 其实是有安卫看到招 看到那个侍女进院子的 但没有人起疑 只以为是进后院服侍的侍女 没想到会发生那种事 落九龄闻死 顿时哭笑不得 萧明璇 这是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紧绳啊 二婴呢 二婴也进了二禁院 好吧 看来待会儿 她得和萧明璇商量一下 与此同时 九王府的地牢里 九 九皇 皇叔 你死者老房 管要皇子 动用死刑 求不怕父皇问罪 九皇叔 我是皇上的儿子 是王爷 你不能对我用刑 不能对我用刑 执鞭的暗卫 只效忠于萧明璇 冲着自家主上 恭敬的行礼之后 走到萧朱默身边 就是很辣的一鞭子挥下 他如何算计也没有算计到 萧明璇竟然胆大妄为 私自关押了他 并对他处以这样的私心 不过才挨了十几鞭子 萧朱默就生生的痛晕了过去 用药 暗卫一听 转身从牢房的角落里 端来一盆发力的水 这种药水 扑在受伤的身体上 不但能让人清醒 还会暂时麻痹疼痛 但一旦药效失效 那痛苦就又加重百倍 刚刚痛晕过去的萧朱默 很快被冷水泼洗 你的确该死 继续 是 萧明璇身体坐在椅子里 单手之鹅 脸眸盯着萧朱默 暗卫照做 动作没有一点迟疑 随着时间渐渐流逝 不知道挨了多少遍 只知道萧朱默 一次次晕了过去 又一次次被泼洗 整个地牢的空气里 都弥漫着血腥味 死了吗 暗卫上前探了探萧朱默的鼻息 回主上 还有口气 萧明璇起身 漫不经心地整理了一下衣襟 时间还早 你们继续 说着走出了牢房 恭送主上 红飞 您看我采的这株杏花 好不好看 嗯 好看 落酒里点头 随即又和身边的男主 窃窃私语起来 你的意思是说 昨晚那个侍卫 并非萧朱默买通的 嗯 只是可惜 再要盘问下去的时候 那个侍卫便毒发身亡了 线索断了 不过王妃放心 线索虽然断了 但只要继续追查下去 还是会找到蛛丝马迹的 王爷 沉默的落酒里 猛然抬头看过去 只见远远地看见 萧明璇走进了院子 我先去沐浴 让他们陪你 嗯 我等着王爷一同用筛 马上 春蓉 你去厨房 让人准备些精致可口的早点送过来 是 春蓉转身 快步去了小厨房 沐浴好了 好 一大早 辛苦了 这是百合粥 先垫垫肚子 难道昨晚 果不辛苦吗 羞不羞 萧明璇 已经太害羞了 没伤眼角 都带着喜悦 伸手把她圈进了自己的臂弯 低头忍不住 亲了亲她的唇甲 还非如此害羞 看来以后要经常说才好啊 落酒里知道 她是故意让自己放宽心 毕竟思求皇子亲王 甚至杀了萧竹木 那是寻常人 想都不敢想吃 先吃饭吧 吃了饭 不是还要进宫吗 进宫干什么 敬茶呀 不用了 王上特意嘱咐 不必去宫里敬茶 今天咱们就在府里好好休息 哪儿都不去 那一会儿吃完饭 带我去密室一趟吧 萧明璇眉心微动 转头看她 我去给父皇母后磕个头 一句话 瞬间滋润了萧明璇 那颗鲜活的心灵 她未想到的事情 她竟然一直记挂在心灵 这颗蜜藏很甜糯 尝尝 萧明璇几乎没有犹豫地张嘴吃下 眼烧勾起一抹迷人的笑意 仿佛是耀眼的阳光 穿透兵临 吃过早饭 萧明璇停退 包括春戎 男竹男兴 在内的随身侍卫和丫鬟 牵着骆九黎的手 一路往西北角的轿场走去 站在一排又一排的排位前 骆九黎的心境 比上次要平静了很多 她抬头看向萧明璇 她拉着她 轻车熟路地走到香炉前 父皇 母后 好陈昨日大婚 今日带着你们到儿媳 来给你们请安了 父皇 母后 我是骆九黎 长宁王朝一国功府狄次女 宇文浩天的杰发妻子 今日特地来向父皇 母后请安 也请二位放心 今后 无论顺境还是逆境 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无论健康还是疾病 我都会与她风雨同舟 患难与共 一起携手并肩 共抗命运 绝不会让她自己 再去面对所有艰难 还请父皇 母后的在天之灵 保佑我们 骆九黎说完 低头恭恭敬敬敬地 嗑了三个响头 小明悬听她说着 心里的震动 久久不能平静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谢谢你 谢谢你想我所想 也谢谢你爱我所爱 更谢谢你来到我身边 傻样 快给父皇母后磕头 小明悬笑着点头 随即磕了头 这才起身拉着她 又原路出了密室 几个小明悬 走